老师看一下这个班级通讯录这个在Notion是非常强它的资料库功能 资料库功能都给重头做了我打个 我现在再点这个 我们的这个我再重头做一个给你看 假设你 从无到有自己做的话就点这里打个Table Table 这是表格 表格不是资料库哦 表格就一般的表格点这里 Database Database 那打个Database的话是什么 Inline就是放在下面 如果Full Page是单独的页面 那我先放Inline到这里来 哦 这资料库就像长这样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刚请各位就直接汇入了 汇入什么班级通讯录 这里 汇入也可以哦 那我跟你报告一下他的资料库非常非常强 放进去后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来我来现在打个比方 我们先讲一下重点 那有很多很多特色 譬如说这边有很多星座 对不对 我再加一个View 你看哦 点这个加是很神奇的哦 我们答案在这里 我现在点这里的时候 点这个加收呢 他说这个资料库呢 我可以用什么 看板的模式 Bold 那可以给大家名声哦 我就打个ViewerD 看板 可以打中文 这个 那看板的View这里呢 好这里 这地方 Page cover什么的 预览 那 图片的大小 那分组依照什么来分组呢 我想依照什么 我先很快点 因为是英文 这看起来稍微比较累一点点 这里有很多功能 这分组模式 要选哪一个 我依照 星座来做分组 你看一下 这里哦 那就完成了一个 浏览模式 我把第一页这星座先关闭 这一页不要给hide 看一下 在这里是全部的是什么 这个 我们这边资料有点少 新做的 但我切换到这里来 两边的资料是一样的 可是我可以这样来做检视 我可以这样做检视 好来 那接下来我们看生日的 再加一个 浏览模式 这是我使用什么 Calendar 时间轴 时间线 时间线 你看到吗 哦 我再讲边 点个当 这边可以给名称 时间线好了 可以打中 来我再点个当 那是细节我们先不讨论 就同一个资料库 我可以这样看 我也可以这样看 我也可以用时间线看 我也可以用日历来看 再加一个 这是我选什么 Calendar 日历 他就依照日记牌 你看 那show的摆什么 哦 这边我可以指令 给个名称 这叫做日历模式 日历模式 点当 就建立起来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 这么有方便 这是我资料 当然 下礼拜我们再跟各位提 可以有更新 这是看板模式 时间线 同一笔资料 我再加一笔给你看一下 我再加一笔 再加个new 这个人叫Apple 住手就随便打 来 他住在哪里 好住到AA的柱子来 好 他的生日 那这个是日期格式 所以这边就可以选日期 是 他日期我这样看不习惯 好 点了他 日期的话在哪里呢 编辑属性 这边呢 有时间的格式 Data Format 我要什么 年月日 我觉得这样看起来比较舒服 那照顾功能真的非常非常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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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